哇,够不够大 大家好,我是老B,欢迎来到老B实验室 大家都知道,在化学界有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叫法老之蛇 这个实验的原理就是流氢化拱受热分解后 弯曲膨胀成蛇形 所以大家都叫它法老之蛇 但是流氢化拱这种化学物质本身 和燃烧之后生成的物质都是有毒的 非常危险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 来做这个法老之蛇的实验 我们需要用到的材料有 沙子、酒精、白糖、小苏打、铁盘、打火机 首先把200克沙子倒到铁盘里面 把20克白糖和5克小苏打充分混合 在沙子中间倒入35克酒精 尽量成一个圆形 把糖和小苏打的混合物倒在酒精上 尽量成一个圆锥形 不能超出酒精的范围 不能超出酒精的范围 好 三、二、一、点火 开始烧了 上面出现了一些小泡 开始了开始了 发老之蛇开始出现了 它在快速生长 我们就这样看着它 看它能长多大 已经烧了三分钟了 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后面生长的会越来越快 看起来不像发老之蛇 更像是发老之虫 有一股糖烧焦的味道 刚才只是一小堆糖 现在长成了这么大 真的是非常壮观 我们让它烧完 看它到底能长多大 看它的底部 还在不停地生长 生命力超弯强 感觉像一个羊角的形状 从这个方向看上去 真的像是一条蛇 这就是传说中的发老之蛇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我们的发老之蛇 还在野蛮生长 我们看一下 对着它能长多长 还在长 哇 太壮观了 出乎我的意料 哇 太大了 超过想象 太大了 巨大的发老之蛇 好 反应结束 看 发老之蛇的实验 圆满 圆满成功 我们来摸它一下 看有什么感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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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发老之蛇 摸一下 软软的 有点像海双的感觉 大海参 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实验的原理吧 当酒精被点燃时 糖被加热 融化成糖浆 同时 小苏达受热分解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就会让糖浆膨胀 因为温度很高 膨胀的糖浆就会被烤焦成黑色的碳 于是在融化 膨胀 烤焦 融化 膨胀 烤焦 这几个步骤不断重复之下 黑碳就不断积累 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发老之蛇 如果你对这个实验感兴趣 可以在家里试一下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关注 点赞 评论 收藏 转发 您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是老B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